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习先前处都是一次一次的解释 一次一次心里面懂得回头的 就算信不守也是回头的挣扎那种力量 更何况是佛门中的行者 让你明白如你说的明了本心 真的明了本心 于是在习气上对峙时 他为什么能够在习气上对峙 是因为他知道大觉行体非种种习气 但非种种习气处现前都成一切习气 所以假借用善的习气 自然过去的一些恶习 一些委屈的那种气氛 你就能够看到它就必定有所转变 在这种转变处 这种运用处 你更能体会 那个决心之中 它本来超越一切习气的习气 所以 它还不是一般 凡夫以为的 只是用习气转变习气的 这种肤浅的思维 日久公生 公生是假 心习是真 或者说假以公生 目的是让你更能够体会决心的本来根本面目 但根本面目上又不能失去任何现前的挚用 所以在挚用上面你就知道那习气的虚妄 可以假习气转变习气 所以在转变习气之中 你更能知道过去的习气是假 当你更能够体会过去的习气是假时 纵然还有余习现前 你还会往下跺嘛 就像是虚空 看到风起云涌 风起云涌都各有各的习气 虚空纵然任其风起云涌 虚空从来不是风起云涌的习气 所以那个时候不但你不被雨习所困扰 你还可以明白一切种种习气 过去明白习气处 你就成雨习 现在明白处 才是你刚刚自己所说的 明了本性 这都是一步一步让你回头去认的 虽然自信本自俱足 但俱足处回头去认又何妨 回头去认 如是依法也本来俱足 只是有人在这个俱足 跟一切法中 虽然起差别相 所以在现前的这种修行的行为作用上面 老师还是以过去的有违的习气 去解读现在修行应该有的行为 谢谢大家